举着团结和谐的标语坚定的喊着口号 希望能把这股力量传达给台北市元明会主委陈秀慧 由于日前台北市议员李芳如以及李富中武 对于台北市元明会主委陈秀慧 去年8月一堂培训课程中 表示泰雅族妇女有陪睡习俗 认为主委陈秀慧公然污蔑泰雅族妇女 要求下台道歉引发轩然大婆 6月2日台北市府广场一群声援陈秀慧的族人 对于主委受到一连串做事不用心的指控 觉得难过站出来声援 对于族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教育 或者训练或者是一些扶持的措施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被检视的 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我觉得我就是支持 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家长 把我们自己的层次跳脱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是要以自己的一个主人 是我们怎么样在两边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理性 是一个尊重 是一个团结和解的一个方向去看 不过就在同一个现场 声援台北市元明慧主委的族人要离开前 现场也来一群泰雅族人代表 要求陈秀慧主委对赔税言辞还泰雅族人清白 原住民我们都是原住民 不要走掉啊 有事情去说嘛 双方没有交集 据了解陈秀慧在去年的台北市元 住民妇女总子人才培训课程上 说泰雅族妇女人妻陪税的习俗 造成学员心里不舒服的感受 事后已经有针对这件事情跟议员协调和解 不知为何事隔快一年又就是重提 有人站出来声援主委陈秀慧 但陪税说攸关一个族群的清白 有人强烈要求主委陈秀慧还泰雅族人清白 下台负责 主委陈秀慧则是低调不做回应 风波未平息 记者森的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导